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好 我是Mac的MacLo 今天就是2022年10月12日的時間 其實有一宗新聞想跟大家 跟進一下 或者討論一下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司法覆核 長洲覆核王 郭卓堅入品控奴寵貿 質疑廢除免斟止的做法 到最後法庭那邊 就是宣佈了緊急暫停了 郭卓堅的做法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意見呢 坦白說 我個人 我覺得 郭卓堅醫生這個做法 是極之不對的 我撇除我所有個人的意見 我只是想跟大家 打幾個比喻 打幾個比喻 如果 今次這件事就是 因為我們發現某些醫生 他們原來有賣針紙的嫌疑 或者當場觸奸在床 所以 其餘那兩萬張的免針紙 就是要廢除了 盧寵貿醫生 他站在醫衛局 局長抓拼人的位置 他就覺得 這樣做是 其餘那兩萬張針紙 肯定都是有問題的了 所以他就要全部廢除 這個概念是一個什麼的概念呢 即是 一個老師 他抓到一個學生 今天抄功課 那就代表這個學生 在他有生以來 他在學校所交的功課 都是抄功課 是不是這樣的概念呢 又或者 今天一個警察 他抓到阿強 在這個旺角街頭 非禮一名年輕少女 那是不是代表 前一段日子 所有在旺角街頭 被非禮的少女 都是阿強去非禮的呢 更甚的就是 如果 有一個人 他無聊 有空 沒有工作 在討論區 留了一些言 是有問題的 可能是非法 或者可能是 比較激烈的反應的話 那代不代表 其他所有的留言 都是他做的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留言 無名無性 是不是可以這樣 無限上綱上線呢 我覺得這個想法 和這個所謂的判斷 是極之差劣的 我已經盡量真的 去撇除了 所有的意見 成見 站在一個最中立的角度 我認為 如果按這些 一些 種種的 不同的情況 套進去 來說 我真的解釋不到 我覺得 有點過分 這個說法 是否權力在你手上 所有你的判斷 就一定是合理呢 是吧 這個無疑 是一個 本末倒置的概念 因為你手上 只是有一個權力 而你的判斷就是正確 但是不是應該 反過來嗎 因為你的判斷正確 所以你才可以有這些權力 我覺得做人 是應該這樣去想 而這次這個免針止 那個兩萬章 這件事上面來說 坦白說 那兩萬章 你說裡面 是有沒有一些 虛假的成分 或者 一些不適當的成分 一定有的 是一定有的 樹大有枯枝 族大有黑衣 這句字 我想大家都了解 又或者大家都一定聽過 全個社會裡面 一定有4% 是反人類的行為 的人存在 這個是一定的 是吧 沒有可能完全 100%是對的 那件事情 是沒有問題的 那件事情 我想這個機會很低 對不對 就是 我不理解 為什麼可以為了 打個比喻 那4% 就 一竹谷 假裝全村人 就跟他們說 你們全部都是有問題的 這樣 我覺得這個概念 真的 我理解不了 是吧 就是 仍然都是說那句 盧寵茂醫生 你還未出來去解釋 究竟這個共父皇權 你是不是仍然要堅持 你只是上次 你說不要提了 說笑而已 這樣 喂 是時候要出來解釋了 現在 政商界都已經在放風 希望政府 或者迫使政府 或者甚至乎 李家超都已經準備 就是這個 將寧家三 再放寬 當然啦 老實說 寧家三再放寬的時候 到底是寧家寧 是0.0 還是完全 真是叫做開放式通關 那個作用或者那個意義 基本上就已經不大 零加零這個 term 本來就是廢的 是吧 零加零 兩樣都已經是零了 那你 你還有什麼特別的 含意在裡面呢 是吧 最多你就說 進來要再做核酸 那你是不是可以逼到 或者你一定要規限那個的旅客 或者回來的香港人 每天都要做核酸 是吧 每天都要去做檢測 是吧 沒有什麼意思的 這個 是吧 就是你對比起上來 其他新加坡啊 不同的地方 其實已經大家都 回來了 我不敢說 與病毒共存 是吧 這些字我們不用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坊間都復償的話 那 那為什麼作為 為什麼香港作為一個 國際的金融大都會 是仍然固步自封呢 是不是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 我相信 我們給一些信心 我們現屆的香港政府 他們一定是有一些 很好的想法的 我們加油 我們給一些支持給他們 叫他們加油 努力這樣 李家超頂硬上 OK 好了 跟著完之後 努總謀 怎麼你都需要 去解釋的 就是我覺得 是吧 在這個 第五波疫情 是吧 你問那九千多人 去了哪 那九千多人 當然 有些會去了 這個 土葬 有些會去了 這個 靈灰安治所 是吧 那你不介意的 你可以問回家屬 拿回他們那個位置 逐家逐戶拍門去問的 那我覺得 盧寵茂醫生 你可以是這樣去做的 這個題外話 有些人經常都問我 為甚麼 為甚麼你叫他盧寵茂醫生 為甚麼人家 假假地都貴為局長 是吧 是啊 我真的經常都叫他醫生 為甚麼 因為我覺得他的層次 根本又未去到局長 那我怎麼可以叫他做局長呢 是不是 即是你有些人 你有些長輩 反正都好 你不會去叫他做媽媽的 你不會去叫他做爸爸的 是不是 未是那樣東西 就未是那樣東西的 是吧 這個 大家見諒 為甚麼我經常叫他做醫生 是吧 醫生 你真是 可以找回家屬 那反正你又對自己有信心 之前都說過了 是吧 即是 你是預測的一些數字 你可以預測到個位數 這麼精準的 即是我都說我嚇一跳 真的 是吧 原學家 或者一些經濟的分析師 預測恆生指數 都不會跟你說 在2022年 10月12日 下午 1點半 去到 16,712點 不會這樣 但你勞總謀做到 我真是佩服你 是吧 你真是 說到 九月中旬 去到 1400多人 我真是真心佩服你 你真是厲害 這些 不是說是甚麼 我真是不明白 是吧 是亂說的人 才可以說到這麼精準 反過來 因為他反過來 他無視所有數據 是吧 所以 在這個時候 話風一轉 講開寧灰安治所 其實 昨天我都有一些的影片 真心推介 給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在屯門 有一個善果的 政府的合法寧灰安治所 剛剛推出 這個場很美 真心美 那個美的程度 是我覺得 看照 去理解那個情況 都是不夠的 是一定要親身去看 你才會感受到 那種氣勢 那種他場地精心設計 光與影的交錯 還有然後就是他們 整個環境的高私引導 所以這件事 就跟大家分享了